我今天質詢有三個重點 首先有兩個重點是針對校區校園的事件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學校霸凌的案子 我想這件案子在去年就已經爆發了 在學生被害者的學生家長有跟我陳情 因此特別在年初的時候到了教育處 特別在教育處處長的辦公室做所謂的協調的工作 也邀請到了學校校長以及當事人被害人的家屬 我想這個霸凌的案件是屬於語言上的霸凌的問題 我想我們針對語言霸凌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覺得有的人在所謂的對語言霸凌的這個部分 認為其實傷害不是很大 但是因人而異對語言的資訊的吸收 我覺得呈現的結果在自己本身的這個部分 會有不同的結果出來 所以那個學生就是屬於被語言霸凌以後 產生了他在學習上的抗拒跟心情上的低落 那特別邀請那次的協調會 也找了我們的簡志龍檢議員 那最後協調的結果是希望 請這個加害人轉班的這樣的一個決定 那學校也做善意的回應轉班 但是意想不到的一個月後轉班一個月後 又把他轉回來 那被害者家屬就跟學校反映 小孩子因為這樣的一個轉班回來 又回到原班的這個加害者 讓他們讓他走不出那個陰霾 甚至那樣的學習上的心情 低落得非常加劇 所以在側面了解該學生 有一個自產的這樣的一個舉措 我們真的很不願意見到我們自己的小孩子 在這樣的一個校園裡面 因為學習而讓他不快樂 我想我們縣長一直在強調 友善的校園環境 安全的校園環境 事實上這件事情 花蓮體中在處理上 我覺得有非常大的討論空間跟爭議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短暫的轉班 又回原班的這個動作 我覺得我相當不能接受 甚至家長已經在反應這樣的問題 已經更加嚴重 所以我要求我們體中校長 在這次定期會的5月30號 二三讀會結束的臨時動議的時候 到議會來做專案報告 這是第一件事情 我想我要還給的是 我們的各個學生 不管是哪一種學生 有一個非常快樂學習的環境 我們必須要把所謂的霸凌 這樣的一個事件 真的是要把它清零 我應該要用現在最時髦的說法 要把它清零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的 但是因為學生的可塑性很高 也就是在明辨是非上面 還是有一段的空間的學習 所以學校的專業老師 跟輔導老師 跟甚至校長 更需要有耐性 更需要有最佳的正面 給雙方家長 都能夠得到最好圓滿的結果 我想 我不太了解 只是從側面的聽聞 是說這個家長 就是加害者的家長 可能對學校有一些施壓 我聽說的是這樣 但是必須要證實 但不然我們從這樣的一個回應 學校這樣的一個回應 我覺得真的是不重視被害者的 學習的權益 事實上現在被害者的家屬 也已經在回應了這樣的問題 他擔心他的小孩子真的走不出去 更甚至可能休學 我想學校願意看到我們的這個學生 是在這樣的一個學習道路的開始的時候 就碰到這樣的一個遭遇 讓他沒辦法自處 我覺得這個學校要自己要去思考這樣的問題 我們當議員的更是責務旁貝 要協助這樣的一個學生 做這個讓他能夠重回校園 再重新出發 為自己未來的這個學習的路上 能夠更平穩 鄉親的陳情 就是這個某一個群體 參與所謂的 國風國中的安心即時上工的 這樣的一個計畫 我們知道即時安心上工 這個計畫 也就是從疫情爆發 從新冠疫情 COVID-19開始 這我想就造成了 我們的所有台灣的企業 跟這個勞工朋友們 百家哀嚎 我想除了是企業的這樣的一個困境以外 屬於這樣勞務性工作的這樣的一個 勞工朋友們 更是非常苦不堪言 有的被資遣 有的甚至因為自己所服務的企業 撐不下去了 所以而遭失業 但又是屬於家庭裡面的經濟支柱 所以政府也體恤這樣的一個勞工朋友 所以就提出了這樣的一個 安心即時上工的這樣的計畫 能夠讓這樣的勞務性的 我們的勞工朋友們 在這一段非常時期 能最起碼的得到基本生活的維持 我想這個是政府的初衷 那據了解 我們安心即時上工的工作內容 事實上大部分都是做所謂勞務性的工作 也就所謂的環境清潔 灑掃掃的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這我也去各局處了解他們的工作 那我也去了解了這個國風國中 當初提報工作內容的時候也是如此 但是在面試的時候 應該告知工作內容 但並沒有完全把工作內容 告知給我們的即時安心上工的工作人員 那這個我們的勞工朋友呢 即時安心上工的勞工朋友 到了這個職場以後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很多學校的學生都染疫 所以班級都停課 但是學校就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它必須做所謂的消毒工作 那可是我們知道消毒工作是一個非常高風險 也非常專業的工作 不是只有清掃或者這個消毒而已 它必須是裝備非常的到位 齊全 但是國風國中在要求 這個我們的即時安心上工的這個同仁 請他們消毒 但是沒有發配給他防護衣去做消毒 只丟給他一個所謂的輕便於獄 講的一個設備 給我們的這個即時安心上工的同仁 我們知道我剛才一開始就在講了 我們的即時安心上工 大部分的工作 據了解都是所謂的環境清潔的 一般勞務性的工作 那這個所謂的消毒工作的部分 事實上你必須要在你面世的時候 所以要特別讓我們要上工或者要錄取的這樣的一個工作人員 了解到他的風險 更何況更必須 這個把這樣的一個消毒防疫的這樣的一個裝備 能夠給他一個完善的一個準備 但是學校並沒有 更甚至這些即時安心上工的同仁 在對這樣的一個工作抗拒跟提出質疑的時候 學校非常傲慢回答 你們不做難道要我們老師跟職員來做嗎 事實上讓我們覺得有一點已經變成所謂的在職場上的霸凌的這樣的感覺 還有這個所謂的就業歧視 從這樣的語言的回應 有一點就業歧視的感覺 我真的很不語為然 堂堂的一個學校知書打理的老師 竟然是這樣回應我們的即時安心上工的 勞務性的這樣子的勞工朋友 我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所以我們的即時安心上工的朋友 也不願意再做下去 所以整集體的請辭 而且請辭 寫辭職信不在學校寫 他們在校外集體寫辭職信 然後學校跑到校外去 就拿了這些辭職信 就離開了 一點未留的這樣的一個動作都沒有 我覺得今天我在講 即時安心上工是為了讓這個疫情當中 不幸無業的我們的勞工朋友 給他這個最基本的一個維持生活的一個工作 但是我們不管是學校或者是工部門 就應該朝著所謂的同理心的這個心態去思考 而且再來你在面試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把工作講得非常的清楚 再來在你的工作提報的計畫裡面的工作內容 也並沒有把這樣的一個消毒工作放入你的工作內容裡面 事實上你說對這樣的一個即時安心上工的這個勞工朋友們 公平嗎 我覺得這個是學校真的要檢討的地方 所以我要這個強烈的要求 我們教育處要即刻介入調查 到底現在如何處理 學校為什麼如何這樣對待我們的安心上工的朋友 我想這個是針對教育類的這個事件來做這樣的一個回應 這個部分因為是單方的一個陳情 也不是當事人的陳情 是透過他們跟基層的代表 去做了這樣的一個陳情 再來跟我反應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知識挺大 這已經牽涉到所謂的就業歧視的這個部分 跟甚至所謂的語言霸凌的這個概念在裡面 第三個問題就針對我們原住民的語言推展的部分 我想我們雖然現在在工部門的工文書學上面 已經開始用所謂的主語拼音的方式在展現 但是僅限於工部門的一個工文往來的部分 事實上在我們一般的私領域的民間的機構 或者是甚至到部門的社團的部分 並沒有做這樣的一個傳達 所以在這裡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觀念是 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的主語推動在民間的這個部分 最重要的是在我們的教會 我想教會除了是在做所謂的人的這個教化 跟所謂的教會的那個教育的那個推廣以外 甚至在他們的聖經也都譯成我們族語的拼音來做推廣 所以我們知道教會在這個推廣族語的這個部分 是非常的積極也非常的久遠 因此我在這裡要要求我們原民處 針對我們的這個原住民推廣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可以善加利用這樣的社會資源 在教會的部分 我知道我們在學校有推所謂的讀經的這樣的一個工作 也無非是希望從我們的小孩子 就能夠得到讀經這樣裡面的精益的一個 這個心得跟感化 他們在道德上的一個學習 我想我們的族語也一樣在我們的教會來推廣 除了推廣所謂的教義以外 事實上族語的推廣事實上是不予一例 我相信我們的原住民同胞也都能夠認同這樣的問題 但是從來沒有看過我們的原民處 我們縣府去針對教會的這個推廣的這個區塊做一些努力 所以我在這裡強烈的建議 我們縣府原民處有沒有可能 朝所謂的 所謂教會辦理所謂的讀經 聖經 聖經嘛 讀經或聖歌的這個競賽 透過這樣的競賽 然後讓我們的教會 在這個推廣我們族語的部分 更能夠讓我們普羅大眾 能夠了解他們在這一塊的努力跟生根 我們做一個競賽 音樂的 谢谢大家